长城家族聚齐了啊 坦克300 哈佛H9 还有一个大狗和坦克500 拿一点再拿一点轮 好 放点 好走 这边对方 往上倒吧 先往上倒 先往上倒吧 你看这蛋子死死了 你这比赛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哈哈哈 要直播的话对观众对退票 观众老爷要退票 就这两个坡啊 沙子比较软 也能上得去 就看看哪个车上的痛快 今天大狗那个进不来 所以只有这个缺席比赛 只有H9 坦克300和坦克500来比赛 哎 你俩还玩说这啥来了 双飞来啊 都不打招呼 突然就来了 完了 老猪退车去吧 这一个买俩那啥了 表现最好的就是这H9 660去试试吧那个大坡 哎呀 这可真不少土啊 啊 你就是边上蹭进去的 骑边上蹭进去的 你都飞起来了 不至于吧 别飞起来了一会 好了 还能上吗 应该能上来吧 该说不说的坦克500的动力还是绝对充沛的 要想见识坦克500的真正实力 得先把简阵换 这次长城家族内部PK 我们决定把冠军受给H9 H9 因为H9的车主是第一次玩这种地形 所以靠的是车的性能 上去了这回 不知道各位观众 这次上车房 全旧